嘿大家好我是小龙哥 今天太热了 我们这已经37度了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钟 我现在开着空调 还穿个背心 还感觉非常非常热 不知道你们那现在多少度 南方的小伙伴 你们那是不是更热呢 今天呢我们要试吃的是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 芋头 这个东西呢 我以前是在电视剧上看过 但是呢我是一次都没有吃过 当然是自己做啊 在饭店吃过 自己做一次都没有吃过 大家不会以为我只买一个吧 这个太不符合小浪哥的逻辑了 对不对 小浪哥我呢 还买了一个这么大哥的 这个两个对比 是不是差距有点大 今天呢我们就来吃 芋头 要蒸它 我估计这么大的 怎么也得蒸半个小时 对吧 呃 一会儿蒸了吧 这个呢居然是石家庄 本地就有的 产地石家庄 我居然不知道 我们这儿有种这个糖 哇真的好大呀 哇真的好大呀 是吧 哇哦 这个呢大概有四斤多 五斤不到五斤那样 哇还是挺重的 然后可以练肌肉啊 是吧 这么大哥我们只能煮了 呃这个煮起来有点费劲 哎呦 煮的很软了 还有这个小的 我还真没有这样吃过 哎我们包开 蘸点白糖啊 尝一下 哦好甜 蘸点白糖以后超级好吃 嗯 嗯 我觉得好像在吃那个白薯 就是那个长毛的很长的那种 酸药 哎 儿子醒了 嗯 确实有点像山药 好现在呢 我们开始盘一盘这个大个的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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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确实很大 把它包开 啊有一种那种 以前吃的那种 香鱼的冰糕 哇那个味道 是甜甜的那种 OK 我现在不客气啦 哎呦 就蘸上糖以后会特别好吃 我超级软 哎呦 如果不蘸糖的话 就像再吃山羊 这两个的味道是一样的 呵呵呵 好软 这个芋头本身 它的味道 甜味并不大 你要蘸着白糖吃 这个芋头呢我花了不到 就是二十块钱吧 就是二十块钱 这么一大个 我觉得还超值的 嗯好吧今天呢 小龙哥我是吃了一下 这个低成本的芋头 我觉得呢 没吃过 还可以还可以 呃如果是切成小块以后 再蒸的话 我觉得会非常容易熟 然后蘸着白糖吃 简直不要太好吃 等会呢我处理一下 然后接着吃 好了今天的视频道 也就是喜欢小龙哥的视频 别忘记关注评论 转发一下 想看小龙哥吃我们开来评论区里面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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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